南投市南新路靠近中新路路段 近550公尺的路面 由于路面久未整修 坎坷不平碎石裸露 对使用这条道路的用路人来说 相当危险 期盼能重新铺设 我们的农农厂 来我们来立这些南新路 跟我们的这个 做中路靠这些来探索 我们这条南新路 真的害怕 差不多几十六年左右 终于无空 扣扣扣扣扣扣 尤其一些 这个很兴趣的 自思想在这里 这个有做 吓过 或是说 这个有做 这个有的 站在那里再跪 对那跪 跪就跪 现在人们说 无空 空的空的空的好 可以说 大家 乡亲真的 真的赞良 尤其我们乞杜牌很危险 这就刚好裸露出来 乞杜牌 流到洞会滚 所以人们就吓了 今天由我们来 曾振梁议员跟我们学议员 特别请我来这看 因为我们这边管政府 对我们的市街堂楼相当的重视 因为这个市街堂楼是代表一个 乡田的门面 所以我们这个路面 改善得好 我们这个路平专案 我们一定要落实地来做 为了了解当地情形 县长林明珍 议员曾振严 赖燕雪等人 前往会刊 这个路段居住与往来的民众相当的多 对于民众来说 相当不便与危险 急需尽速改善 那咱说中科进驻以后 我们的南行路呢 这个路面已经有一二十年没有抛除 那么路面也坑坑洞洞 家居民跟住户相当的多 我想进入出路的安全相当的疑虑 那么今天跟县长共同来会看 跟我们的相关单位 我们是希望说 尽速的能够将这条路 能够重新的抛除 重新施舍 尤其是这里是中心路 跟光明南路的一个路口 学生上下课也好 还是说上下班的一个人次相当的多 希望说能够尽速给他恢复 也还给居民一个新的安全的一个空间 道路安全便利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也是整个南投县的门面 期盼经由县长议员的会刊与众事 尽速刨除重新铺设 给民众一个安全的交通与生活环境 民意新闻林佳慧南投采访报道